视频中的艾玛和踢了毛的变墓 他俩呢属于是老朋友了 而这个新来我家的笔格犬呢 他完全属于是第一次 现在他还在懵懵的状态当中 艾玛小学分在试探了几次之后 就开始呢发胃了 开始追着笔格犬跑了起来 变墓学校开始介意勇为 你学校先不怕 学校先找个敲门了你知道吗 找咋弄了 他在没经历过你走 帮你这儿来了啊 说保护来了 编目学校的这几番操作 让笔格犬十分的羡慕 于是呢他主动走到了艾玛面前 想跟他呢也交流交流 此时的艾玛小学分不断的试探着进攻 假如说这个时候笔格犬 上去咬艾玛一口 这个整个局势呢就会完全不一样 最终呢笔格犬被吓跑了 回家了 回家了啊 你看你死你咬的屁股一下 他俩都要回去了 他俩刚进进院 我这个杠一回头 场面则完全不一样了 哎呦我天呐 哎呦 根据我这个以往的经验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想 这笔格犬已经被咬了 为什么还要放到厨具继续跑 你们就是为了拍视频之类的话 这个时候呢也请大家仔细的看 是他的主人要再拍一段视频 他都太高兴了 他把咬回来了 他把咬回来了 你还在这儿呢 怎么在这儿呢 你这边吃饭的事呢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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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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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你休息休息啊 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你跟我的的的鲤哪里啊 你啊 休息一下吧 狗还在狗管 这个笔格犬休息的差不多了 我特意把小花放出来 陪着他对付小圈范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小花刚一出场没几分钟 就被埃马小圆范 罩着大嘴 坠着跑 这怎么行 这么 你小圆范 跑流 快跑快跑 快跑快跑快跑 小孩 安琪快来 小孩 追踪的奥利奥和小孩会合了 后来的笔格犬奥利奥 也发现了这个秘密 他只要是紧紧的跟着小孩 小学份呢就不会跟着他俩 最后说一下 这个笔格犬奥利奥的眼睛发红 是因为前几天 他做了眼部吸入手术